說那個官員要看到就是這樣 這樣子就不會碰到病毒了 不說這樣要怎麼做事 我們還是要把手伸出來 重點是 你既然都是要來做做樣子 那你也做個好樣子 你事後再洗手就好了 不然你戴個手套也行 你這樣子能看嗎 瑞德哥 事實上呢 那麼我相信他們用這樣的大內宣的方式 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呢 請問一下 上海2550萬名的老百姓 經過長達已經超過三個多禮拜以來的隔離 那麼他們自己本身感同身受 他們自己每天所能夠吃飯的東西 所能夠拿到的食物 請問是你剛剛看到的 那個冰箱打開滿滿的嗎 我都覺得 看到那個冰箱打開滿滿的畫面的時候 黃國人應該都會都會哭出來 都會落淚了 上海東荒明珠減肥之都 變成這個樣子嘛 少吃一頓沒有關係 這種話你講得出來嗎 你我跟你講 老公在十年之內沒有能力攻打台灣 為什麼 他連上海2550萬人吃三餐的配給都搞成這個樣子 他哪有能力在運補攻打台灣的幾十萬大軍 每天要吃飯的這個相關的這個波補給嘛 從這次俄羅斯攻打烏克蘭我們可以看到 你看包括糧食包括彈藥包括藍藥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嘛 是最重要的 對 所以現在你老公現在在打造什麼洞怪物你在打造十艘都沒有用 為什麼你在打造一百艘的氣墊船你都運弄運不過你運過來又怎麼辦嘛 所以從很多地方擦山之石可以攻錯 那麼這一次到現在為止啊 我覺得老公已經算很客氣了 他每天公布的上海都是兩萬多例 現在比較現在比較減少了慢慢要減少了一萬多例嘛 然後呢緊接而來呢那麼又要開始恢復了 因為他們已經快受不了了上海是全中國的心臟 所以呢外面都已經塞了滿滿的這麼多的這個船隻 全部塞到那個地方啊然後現在呢那麼要開始復工 那本來上海出去的相關的那個卡車司機是不准 人家都不要高速公路各省的高速公路竟然把交流到封了 然後現在呢因為怕你卡車司機帶著這個病毒來啊 那現在沒有辦法了現在撞不掉啊為什麼告訴各位一個秘密啊 去年中國三十個省都是複數的地方政府都是開本的就對了 阿克中央政府幫助啊只有上海沒有 他的盈餘是九百多億的人民幣今年雞雞的啦 今年呢他的這個總成長GDP大概連五都沒有 他們現在已經自己都已經下調了嘛 然後想要恢復也沒有那麼容易嘛 不過我就不懂那麼簡單的事情 你老共統治了14億人口的中國 那麼簡單的事情連一個上海這樣的一個分配物資 整個中國的歷史上只要有讓老百姓吃不飽穿不暖 他就明辨他就造反 那你為什麼連這個東西你都沒有辦法控制呢 而且事實上你現在就演那麼大沒有用啊 為什麼 因為那兩千五百萬沒有飯湯吃沒有新鮮食物 拿到手的這個豬肉都是壞掉的 然後要不然的話呢就是被人家貪污 連馬鈴薯都長出牙來 你不知道這個吃了會中毒嗎 但經過了這段時間的以後 我覺得上海人會改觀你知道嗎 那當然啦有人有個說法是習近平跟他周遭的人 對上海本來上海人本來就很反感 因為那是這個等於江派的大本營嘛 這個一定會修理他 但代價未免也太大了吧 為什麼 不是上海風耶 深圳風上海風 蘇州風然後西安風 其實在我們不小心的這個過程當中 北京又多了好多利亞 那到時候怎麼辦 因為你堅持要這種清零嘛 然後他們自己的衛健委 跟我們類似我們衛福部一樣 都已經承認 他們的科興跟國藥 事實上在面對Omicron 不能說完全無效 是很低的嘛 比起國外國的疫苗差很多的嘛 現在只能這樣講了 如果繼續這樣下去的話呢 事實上對中國老百姓 很可憐的一件事 更何況他現在 終於開始慢慢承認死了二十幾個人了 但沒關係啊 反正上海有一群很強的靈眼 這個是網友說的喔 因為被發現了 官媒宣傳上面說 哎呀 上海物資完全沒有缺 結果發現 怎麼都是這一個人 好 拍到A的地方也是他 拍到D的B的地方也是他 這根本就是靈眼嘛 惠仁姐 對 這史上 地表上最強的靈眼 就不管在哪個角度 感覺上好像有一個 都是這一個人啊 攝影機都隨時跟著他跑喔 真的 連孫子蘭或習近平 都沒有這等級的一個待遇喔 但是確實上海這一次的疫情 搞得整個上海人突然之間 他們就說現在整個中國 開始詢問移民的電話量保值 那為什麼 因為他們發現說 天啊 我們多少的上海人 已經大概三十幾萬人確診 然後又有多少人死掉 剛說死掉人數大概十七人 還是大概二十人左右 但事實上你相信嗎 光我們知道 郎賢平的一個台灣的經濟學家 在中國很有名的郎賢平的媽媽 也因為 但他可能不是因為COVID-19 因為來沒有辦法進醫院看醫生 結果就這樣過世 還有另外一個七十一歲的 陳姓的一個音樂家 也是因為腹痛到不行 結果自己 竟然也沒有辦法去看醫生 最後選擇輕聲 結果你看看 上海這個一個衛健委的主任 因為頭痛 因為頭痛 他就可以住院 頭痛就可以住院 對啊 他人都還不能 還是確診啊 都在家裡面 對啊 完全沒有 所以你就知道這件事情 好像感覺上 你官員的命是命 我們一般小老百姓的命都不是命 活生生看著自己的媽媽 只是因為一個沒有打一個針 然後就這樣子就走了 活生生看著自己的家人 因為一個腹痛 痛到沒有辦法進醫院 結果就選擇輕聲 那你說這些 在上海所公布的這個 因為COVID-19的一個死亡案例嗎 當然沒有 因為在官方眼裡 他們不是因為COVID-19死掉的 我覺得現在整個中國 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是 這種案例不被列為 是因為COVID-19而死亡的案例 其實不計其數 而且這個數 這個數字 可能是永遠沒有辦法知道 為什麼 因為他們根據統計 整個中國60歲以上的 就是比較年長者 接受疫苗率 竟然只有三成 我們台灣大概是七八成吧 它竟然有三成 他們打的那個科興疫苗 已經相對來講 是沒有效率的一個疫苗 再打的是比較沒有效率的疫苗 他們還只有三成打 你就知道 當這個疫情在整個中國 擴散的一個情況之下的話 他們要付出多少的一個 慘痛的代價 另外一個是這個 你會看到 舉行你看 你會覺得它是什麼 這看起來是辦公大樓啊 那你會覺得好像 大家人在加班對不對 對 好辛苦喔 其實不是耶 它是方艙醫院 都看得那麼亮 你沒有多少人啊 天啊 你就覺得很可怕 你知道為什麼有這棟大樓嗎 原來它是一棟全新 還沒有使用的大樓 結果呢 它就 政府就把它徵收了 兩個小時之內 把它變成是 所謂的方艙醫院 你知道這整棟大樓裡面 竟然有3500床耶 這非常嚇人 那這個代表著 整個上海疫情 其實還是持續在惡化當中 就知道了